日前,国际拼联新一期排名出炉了 女单前三名仍然是陈梦,孙颖莎,伊藤美成 王曼玉缩小了同伊藤美成之间的差距 可能一两战比赛就能实现反超 王毅迪来到第五位,创造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排名 而九位露面的刘诗文在收坏消息 他的女单排名跌出前时,对内排名跌至第六 重返赛场面临重重挑战 2021年对于刘诗文来说,注定是难忘的 上运后经历了漫长的恢复期,终于赶上了奥运会的末班车 可惜,坏消息接踵而至,首先是未能获得奥运女单资格 其次是奥运混双丢冠,还有就是他被王曼玉取代,未能打团体赛 奥运会之后,刘诗文在全运会复出,但没有参加拼超联赛 也未能入选世拼赛阵容 刘诗文最近一次露面,是队内热身赛 也就是世拼赛热身赛,他和几位年轻球员交手 状态还算不错,因为无人世拼赛,刘诗文得到了长时间休整的机会 而且他也未能和马龙、许昕一起参加防港活动 十多年的国家队生涯,第一次休息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说,最近关于刘诗文的消息太少了 他好像淡出了球迷的视线 世拼赛结束之后,他在社交平台上向队友表示祝贺 然后就是新一期世界排名出炉 对于刘诗文来说,这也是坏消息 因为他的女单排名跌出前十了 按照国际拼联给出的排名 他在国拼队内排名第七位 但因为丁宁已经退役 刘诗文的队内女单排名就是第六位 这个排名也是队内现状的真实写照 简单来说,刘诗文想要重返赛场 面临诸多挑战和考验 首先就是自身的状态和伤病问题 作为老将,想要延长职业生涯 需要良好的身体状态 刘诗文肯定比之前更爱惜身体 状态恢复自然会慢一些 其次就是对内竞争激烈 陈梦,孙颖沙,王曼玉形成了心三叉戟的局面 也是国拼在巴黎奥运周期重点培养的球员 然后就是王毅迪,陈兴桐追赶势头胸猛 别忘了还有朱雨林 刘诗文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不会小于从前 第三,刘诗文的主管教练是马琳 马琳如今的重心在陈梦身上 加上孙颖沙,还没有固定的主管教练 可以说女拼的教练人手也很紧张 而刘诗文如果想回到巅峰状态 需要教练给予很大的帮助 李笋如何统筹这种局面呢 不管如何,回顾刘诗文的职业生涯 他遇到过很多困难,但都坚持了下来 也都一一克服了 十年磨一剑才拿到了士兵赛女单冠军 相信这一次如果他不主动放弃 还会以强者的姿态回归 加油,刘诗文 加油,刘诗文